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我可以出点力 这位是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卢兄 在这里都是自己人 用不着守什么秘密 卢兄是鸿门中人 在湖南 我们就是有了卢兄的帮助 新政才推行得很顺利 难得卢兄身名大义 真是国家之苦 苏州分头相处卢秀镇 拜见龙头大哥 各位相处 地震高刚 你派江山千古秀 门朝大海 和长华亭接议事 五湖四海投红英 不错 果然是卢兄阵啊 不错 胆子不小 你竟敢用鸿门的名义 到处招摇撞骗 维新变法 只有实行新政 我们中国才能复国强民 只有我们推行 维新变法 这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你何必要大惊小怪呢 老佛爷 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大清的国运 非同小 各位亲家都已经到了 实在太好了 皇上照命 康某来京辅助 自当不敢怠慢 好 康亲家 这次抵京 有什么违新的好方案吗 臣等已经准备好新政的方案 现在禀告皇上 新政方案如下 招选宗室王公大臣 周游立国 废出八股挚意 开经济特科 选拔新政人才 设遗书局 翻译西方文政工商 矿物各科 请各地学校 现在外面的情形到底怎么样 康有为骄傲狂妄 打算禁费六部九卿压门 还游说皇上简便续法 穿西装信阳教 这样搞真是胡作妄为 太放肆 谢谢 我就是梁启超 这个姑娘是 我叫容兰珠 笔名金雷 你 你就是金雷 怎么 没想到我是个女 你却想不到 请坐 容姑娘虽然是女儿家 但是豪情壮志 绝对不比男子汉大丈夫信息 梁先生你过奖了 其实有很多东西 我仍然要向梁先生 好好学习的 大家都不用太间隙了 不要进来 不要进来 让开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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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乱动啊 干什么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跑来捣乱 长得不错 小娘们 不要多管闲事啊 你们干什么 滚开 快点 下 算了 不要追了 他们什么人 我不知道 走了 走了 走 王小长 座玉英才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嘿嘿 喂 你是不是陆文龙 陆文龙 你想怎么样 快放了我们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红阴双煞 红阴双煞 自己人 还不放我们 谁派你们来的 总座主 什么事 他命令你杀一个人 什么人 卢秀镇 愿与兄台一脚高下 故来韩约战 想兄台并非贪生怕死之辈 必来应战 五日后黎明时麒麟山脚下相见 陆文龙 陆文龙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没有 陆文龙到底是什么人 陆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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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没人了 你可以说了吧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 原来荣禄 是红英邦的总座主 原来是他 怪不得红英邦的人那么嚣张 原来有他做后台 听说有人约你决斗 是不是 是的 一定是荣某派来杀你的 你千万不要去啊 还没决斗 你怎么知道我输定了 我荣某早已久仰卢大侠的武功高强 其实 我并不想与你为敌 废话 你应该知道 皇上 很想掌握大权 可是我告诉你 目前大权仍然掌握在老佛爷的手里 你我都是各为其他 你一大早出去 到哪去了 爹 是你啊 没想到你肯回来看我 你是不是抓了卢秀震 原来你是为了这件事情回来看我 你怎么知道的 是金花阿姨通知我的 他真是多事 你不要怪他 他是为了我们所以才告诉我的 其实 他是不希望我们父女之间感情再破裂下去 他想借着这个机会 希望我们和好 这次算你走运 你现在可以走了 你他妈的真走运 快走啊 怎么是你呀 先不要问了 我们出去再说吧 容露我真的是你爹 是的 容露的确是我的 不过 他对我娘不好 我娘就带着我离开了他 我娘死了之后 他想接我回家去住 可是我从心 大家放心 康先生就要我护送 太好了 有卢兄陪康先生一起去 我就放心多了 为了避免危险 我看我们还是别坐火车 我老婆 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 你怎么回答 我应该看她 我应该说 说我 我应该说 我应该去 我应该说 我应该说